今天我们大家 把佛当作神来看待 错了 佛不是神 佛是人 在称呼上 清清楚楚 我们称释迦牟尼佛本师 根本的老师 我们自称弟子 我们跟释迦牟尼佛什么关系 私生关系 宗教里头没有私生关系 他不是宗教 我们这个后来的学生不孝 把他变成宗教 对不起他 这就是罪过 佛教在中国变成宗教的历史 很短 李老师曾经告诉我 不会超过三百年 历史上记载 乾隆 家境的时候 还没变 佛教所有的道场 四元安堂 都讲学 都上阔 四元安堂是学校 那他跟寺庙不相干 所以佛家称寺 寺不是庙 庙里面是宗教的 那是共神的 佛不叫庙 佛叫寺 寺是什么呢 寺是政府办事的机关 直接归皇上管的 这个机构叫寺 你们现在如果有机会 到北京 到故宫去看看 你看故宫 很多办事机构 挂的这个牌子 都是用寺 所以佛教成寺 直接归皇上管的 佛头教育 所以从汉朝 汉民地之后 中国是两个教育体系 一个是儒家的教育 宰相馆 这个机构叫礼部 礼部是教育部 礼部尚书就是教育部长 寺呢 是佛教教育 那个时候最第一个寺是 白马寺 纪念白马 白马 陀佛像 陀经书有功啊 这中国人的厚道 你出身都不忘记他了 他有功于佛了 用他的名字叫白马寺 这个是佛陀教育 佛陀教育归皇上管 不归宰相馆 你看这个体系 一直到清朝 出年 康熙 永振 秦隆 到嘉秦 他们对于如是道 度下 真功夫啊 宫廷里面 讲经的这些教材 都在寺库里头 我看寺库 常常把这个顿饭 看看当时 宫廷里面是怎么讲的 都在啊 讲义都在啊 对佛教特别尊重 所以佛教的讲义 不在寺库 在大藏节 特别编义不大藏节 道教的在寺库 儒根道都在寺库 只有佛教是例外 这对佛教特别尊重 我们今天有使命 真正做佛的弟子 要把佛教恢复到教育 所以我们趁佛陀教育 趁佛教 大家会误会 佛教是宗教 加两个字 这不对 佛陀教育 真干 我们天天在一起学习 这个不是迷信 现在变成 学习的人太少了 拿着佛教名义 去做生意的人太多了 这个我们也不必再说了 不要再提了 自己认真努力 去做就好 一定要找志同道伙 做出牺牲奉献 做如来的真实弟子 做如来的传法人 这个使命 这个功德 不可思议 这个原因是 给我跟着 再看 自己的 之一 我 勇 做出牌